喂 我是教練coach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最強單卡的排名 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經驗 在下方給出一個 你覺得最強單卡是哪張 然後進行一個投票 那我們在玩哈利波特魔法覺醒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種萬能卡 你可以拿來升級你已經獲得的卡片 所以我覺得單卡排行這個東西是非常有必要的 讓大家可以快速認識到哪些卡 比較值得去使用這個萬能卡 它也是有分普卡 藍卡 紫卡 跟金卡的萬能卡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我說的這個排行 去使用你的萬能卡 那我先來講我的評分標準 我的評分標準呢 就是這一張單卡 要在PVP跟PVE都可以使用 就是我們決鬥社跟競技森林 都有不錯的發揮 那我才會給它比較高的分數 那我先來說我覺得第一名最強的單卡 就是我們的水牢啊 你不管是在競技森林還是在PVP 都會看到它的身影 它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控制牌 傷害又很高 而且它常常進入我們競卡的名單 在PVP裡面進入競卡名單 代表它一定有強度在那邊 那我們在打蜘蛛啊 前面的小關卡都一定是用水牢 加上其他控場法術 去把怪物給控制 才能減少我們受到的傷害 以及省下我們的移動卡 像是狼人啊 犀牛 火蛇 反正前面的關基本上都會用到水牢 所以這就是我給它第一名的原因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指教的話 就直接留言出來說 為什麼水牢不應該在第一名 你覺得第一名是什麼 那第二名的單卡呢 我覺得是衛斯里煙火 因為衛斯里煙火啊 也是在PVP跟PVE都可以見到 但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在打PVP的時候 你必須搭配一個控場 才能夠把衛斯里的傷害打滿 那PVE裡面呢 我們在打犀牛或者狼人的時候 巨豬領地 它會出蜘蛛蛋 高等一點的衛斯里煙火 一個就可以解掉了 那如果等級不夠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去打競技森林的話 你還有兩個隊友嘛 再補一發 解掉蜘蛛蛋 對我們在打巨豬領地來說啊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的綠色小毒蜘蛛 那個毒物太痛了 第三名非常意外的 我會給二費卡 霧霧影 玩這個遊戲比較久的人就會發現 霧霧影這張二費卡 基本上是一個 西歐卡裡面最強的卡 因為霧霧影啊 打出來可以直接 解掉四費的氣象咒 就算雷雲在你的頭上 只要你站在霧影裡面 就不會被電到了 還有 六費的閃電風暴 對到霧霧影也是很頭痛啊 一樣不會被電到 那你作為一個二費的卡 你可以反制這兩張卡 已經很賺了 除了常見的這兩張法術牌以外 它還可以反制 爆腳怪 爆腳怪通常都是普攻流會去帶 因為我們的爆腳怪 如果六秒內沒有撞擊到敵方單位會自爆 那更別說其他生物了 它們會失去目標 暫時不能攻擊 所以作為二費卡 可以去反制到高它很多費用的卡片以外啊 還能順便補血啊 那它在PVE 禁忌森林裡面也是有很好的發揮 一樣是狼人 火蛇 爆腳怪的關卡 都會帶到霧霧影 第四名我會直接給 索命咒 因為索命咒這一張牌 我們在禁忌森林裡面 不管是藍色紫色紅色線索一定會用它 而且用的話都是一張會用到底 它能夠去疊加我們的傷害 疊起來後可以說是 禁忌森林裡面單發最高的傷害卡片 在決鬥社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在各個段位都看到它的身影 但是索命咒的牌組啊 就會比較少人玩一點 不過我目前在傳說段位還是會看到索命咒 而且傳說段位開始啊 索命咒的牌組就會進化 變成隨行現影術配索命咒 直接來一個R閃啊 秀爆你 索命咒強的地方就是 它累積了四個擊殺之後 就可以直接擊敗命中的敵方單位 所以在高分段的索命咒有一個特點 通常都是沒什麼課金甚至無課的人 它的血量你在對到的時候 可能會少你非常多 因為不管多少血 它都能夠在累積四個擊殺後 直接把你給殺掉 那如果你要在決鬥社裡面 用索命咒低等打高等 就必須要有大量的練習 還有對各個牌組的應對需要很熟悉 我自己覺得啊 索命咒在決鬥社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對上所有牌組 基本上都能五五開 因為它是沒有參與 我們其他牌組的相剋體系 像你如果玩召喚流的話 肯定被普攻流課爆嘛 然後你玩法術流的話 你就會比較好打普攻流 那索命咒呢沒有這個問題 打所有牌組都五五開 第五名我會給八眼巨豬巢穴 在禁忌森林裡面我們的蜘蛛領地 如果沒有八眼巨豬巢穴去卡夥伴的話 你很難去打五星的巨豬領地 所以這張卡真的是造福大眾啊 因為依照官方的等級推薦 五星的它推薦法術等級 七十幾等才能夠打 那七十幾等說真的要課多少錢 已經難以估計啊 搞不好要課個幾十萬欸 在PVP裡面 這張牌比較會用到的就是 武功流的牌組 然後打球流也有可能會用到這張 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五名 第六名我會給拳拳破心戶 首先它是一張普卡 那它五費打出來有五五二的生命 我們只要站在裡面就不會受傷 五五二的生命是一個 十等的生命值 那這張牌的概念就是 很容易就用五費換超過五費的價值 像是我們的煙火 雖然它的傷害會比 全全破心戶還要高一點 但是我們破心戶的血量 就算只有一滴 也可以擋下一個完整的傷害 那煙火最痛就是最後一段傷害 所以我們就能夠輕易的擋下煙火完整的傷害 不過全全破心戶的用法啊 需要極快的反應速度啊 因為你直接打出來的話 別人是不會 傻到把法術打在上面的 印記森林裡面我們也很常會用到 全全破心戶 但是它的必要性就沒有像蜘蛛蛋這麼的高了 畢竟在五星蜘蛛裡面 就算沒有全全破心戶也有辦法打 但是沒蜘蛛蛋肯定打不了啊 普卡裡面呢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比他更強的普卡啦 如果大家有比較推薦 來使用萬用卡的普卡也能夠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補充一下在打蜘蛛的時候 全全破心戶 是可以擋掉蜘蛛的拉 只要你頭上有叉叉 站在破心戶裡面 就不會被蜘蛛拉出去 第七名我們給的是 傳說卡 鳳凰 一開始我覺得鳳凰這張卡不強 但是這個遊戲玩久了 就會發現鳳凰其實他很有價值 因為鳳凰打出來的時候 你的牌庫本來是八張牌嘛 只要鳳凰在場上的話啊 就會直接少一張 那變成七張牌 就可以快速的抽履我們的核心牌 比較會使用到他的牌組 就是在普攻流的牌組 而且鳳凰可以復活三次喔 那他除了綠牌的作用以外 就是能夠補血嘛 所以在我們的禁忌森林巨珠領地來說 他也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生物卡 因為我們巨珠領地五星 需要蓋一個基地 把所有夥伴塞進去 那補血的任務 我們就能交到鳳凰的手上 我們只要花一張七費 就能夠讓鳳凰待在 我們基地裡面一直釋放補血 不需要花額外的費用 那這個排名只有到第七名 阿倫比爾特朗